今天的讲道经文记载在《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 《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三节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制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 师自引经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族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大 他们应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的刑法自古以来并不直言 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就廖牧师 在我们中间他讲到的题目是真理讲 我们这里的项目师师母 红师母 众帝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每次来到法院堂 我的感觉就是 这是一间实行大使命教会的教会 心里面很感恩 知道你们都在 在前面 在前线上面 在后面大家 同心实力的建立主的门口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感谢主 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传讲神的道 求主的灵帮助我们 让今天每一个人离开的时候 是带着喜乐 带着盼望 更带着神的能力 Amen 当打开礼拜的时候 请你向我们说话 请你更新我们的圣灵 请你使用我们 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不光只是每一天在这样子的 很平淡的生活 我们正式透过平淡的生活 彰显主的大能 彰显主的荣耀 我们仰望以后 耶稣这个圣灵 Amen 真与假 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收到 多这样的一个电邮 我最近就收到多这样的一个电邮 说 我呢 也要中奖 五亿三千三百万 那么 我很乐意地把部分的款项 捐给一些的人 你就是其中一个幸运儿 我要给你两百万的美金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这是你的密码 你只需要付一百块钱的手续费 就OK了 各位 你会上这个当吗 说真的 你会不会 心里面难道没有一点点的感动吗 不会吧 是的 我想 这个 真的是完美的 太假了 对不对 哪有天上掉下县比 那么简单的事 对不对 是这么回事 说真的 最近这两年吧 就是locked up 这个情况里面 这个大片的事件 层出不穷 你们有发现到吗 最近好像收了很多的电邮 message 电话莫名其妙地打过来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收到 有收到举手的一枪 哇 因为我也是某某的什么保险公司的这个医疗保险公司的人后来听说我的资料也被泄露 所以难够会收到很多类似的这一些诈骗的信息 你知道澳洲那个在去年上半年 在诈骗的事件里 井南美国把很多的澳洲人给骗了 那个款额是多少吗 3亿澳币 在半年里面 弟兄姊妹 在半年里面就有3亿澳币的那个款项被骗走 各位3亿澳币是整个概念 千五数字对不对 3亿澳币 你看 你能够下一个PPT 如果每一间的房子是100万的话 看你在什么地区吧 那么假设100万 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每半年里面就有300间类似这样的房子的价钱 或者是价值 在半年里面就可以欺骗被拐走 那你就知道是有多严重的事情 哎呀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 对 回到刚才这边 好像有点的变形 没关系 变形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根据维多利亚州的这个消费者事务署 Consumer Affairs给我们的资讯 他说这个炸鞭集团常用的花招包括这几项 Fishing 就是想要获取你的私人的资料 比如说信用他的号码 就如此类的 然后就进行诈骗 第三种呢就是刚才所讲的 护甲骗局 对吧 还有第四种呢 哦 第四种得要小心各位 他们可能偷偷的使用官方的这个的信件 比如说事务局给你send一个message来说 哎 你去年那付款太多了 我现在给你退款五千块钱 你赶紧把你的资料给我好不好 办回手续 你会不会受骗啊 也许会对不对 因为真的是太真的啊 他用他的lenticap 他的官方的信件 来跟你来沟通 当然还有第五种呢 就是情感骗局 这个是永不衰败 各位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 你要特别的留意 你最好参加红木师师母 我们举办的这个参资 你明白的意思吗 不然的话后果不堪思想 后果不堪思想 最糟糕的就是这些的骗子啊 他们没有一点点的良心 你想想看有多少的老人家 退休了即将退休了 有一点点的super animation 你明白的是吗 这个存款对不对 然后就被骗了 你知道老人家花钱的地方多的去 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需要 他们怎么会考虑到 自私自利欺骗 非常邪恶 我刚刚看到一些消息 现在的诈骗集团用的花招 非常的高 high tech高科技 大家有提过ChartGPT吧对吧 人工智能聊天机械园 有没有 现在已经到了ChartGPT4 第四版本了 听说是已经开始 有人在使用了 而这一些的 这一些的邪恶的人 竟然利用这种高科技 来进行诈骗 太真实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 将来的事情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这个诈骗的事件会越来越猖獗 我们得要小心 那这些我们所讲的都很严重 伤害到我们的物质上 肉体上 心灵上 需要伤害的 很痛苦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另外一种的骗局 是彼得霍书第二章所讲的骗局 这不光是今生几十年遭受欺骗那么简单 而是永恒灵魂的灭亡 各位 我今天凤子的迷人跟大家说 我们千万要小心这种的骗局 我这里所讲的就是彼得霍书所讲的 假先知假教师的骗局 你说 我们基督徒 我们经常来敬拜读圣经 我们也会受骗吗 各位 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那答案是 你肯定会 面对这一些的欺骗 这不是我讲的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 已经提醒我们了 不信你看看一下 有哪一位弟兄或姐妹 赶紧团倒马太2424 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好不好 你找到之后 你大声地站起来 宣告什么话 马太2424 还有灭迹 找到了就大声地来宣布 好吗 姐妹我看你找到了对吗 你好不好 向大家宣告什么话 下注大家吧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地 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请清楚 末世时代 耶稣说 他们会行神 去歧视 他们会做很多事情 假若能行 你听清楚 连谁都被欺骗 选民是谁 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是你和我 各位 不是 有没有可能 但是一定会面对 那么 更重的问题 当然就是 当我们面对这些 假先知 假教师 或假信息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处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 好好来看 这件事情 我们该怎么来处理 我们从彼得的 他的教导里面 当然看彼得后书 第二章一到三节 之前必须得要看 他的前文 这个是很重要的解经 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些事情 彼得后书 第一章的信息 讲什么呢 很简单 彼得其实问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神该怎么活 对吗 How shall they we live How shall they we live 我们怎么要活呢 然后他就说 你得要看上帝的蓝图 上帝给今生 跟永恒的蓝图 这个是重点 你从第一章 你没看到很清楚 然后这个蓝图里面 包括什么东西呢 就包括了 我们今天从系统神学的角度 比如说 称义 成圣 荣耀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该怎么样 才能够得救 信耶稣就得救 第一点 第二点 那信了耶稣之后 生命要怎么成长 就是成圣的问题 对吗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好自己 很丰丰富 的进入神的活动里面 这个就是彼得 后书呢 第一章里面的 基本的内容 很丰盛 很宝贝 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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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义 成圣 荣耀 但是 弟兄姊妹 彼得提训我们 撒旦并不高兴 他想要借着各种的福建 拦住你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歪曲 扭曲里面的东西 让你不要相信 或者是错误的相信 所以他会到教会里面去 影响我们 讲的信息在当中来传播 我们也要非常小心 好 那么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就要从你的后书 第二章里面 好好的来看 紧紧的三节经文 里面表达的淋漓尽致 我们来看看一下 他在讲些什么 好 我们来用起的方式来宣告什么话 我们先起 我先来 从前在民间有甲先知起来 同样的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会有假教师 偷偷地引进死了灭亡的义官 他们甚至不认 买他们的主人 自去迅速灭亡 大家来 他们因贪婪 要用灭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许得利益 他们的惩罚 自古以来并不辞言 他们的灭亡也必迅速来到 各位 无孔不入 这是我形容他们 真的是无孔不入 有点像是我家的蚂蚁 前一阵子 我跟我师 我们全家都很烦恼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家厨房 你无论是用什么方式来驱赶他们 他总是不离开 我在猜想上帝是不是要我学什么 智慧的功课 因为正面里面讲我们要像 蚂蚁学的智慧 我们到班令上武经店里面去买的 瓣的药 哼的药 低的药 甜的 什么不做了 蚂蚁还是在那一边 我跟师父说 我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天早上当我们起来的时候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连一个蚂蚁 一只蚂蚁都没有 完全的消失了 无影无踪 直到今天对吧 大王姿务 他很高兴 因为他每次像我complet 怎么办 我们有一个朋友 刚从Nelvan搬到一个小镇里面 人家小镇的人口大概我查了一下 九千多个人很小 对吧 前脚搬进去 后脚异端就跟上 然后就跟他说 跟你一起来查经 各位 你知道是哪一个人的异端吗 中国人的异端 对不对 错 耶和华见真人 还好有一个姊妹 有主的感动在当中 打电话跟他联系 然后我知道有种情况 马上带领他参加查经 正统的查经班 OK 然后慢慢的把他从 这个悬崖的边缘把他拉回来 多危险啊 真的是 其他虐凡的盼 无孔不入 主主的灵魂 我们进一步来思考一下 从底的后书第2章里面 他讲的假先知假教师是怎样的一个本质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首先 假先知呢 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 suto suto就是假的意思 suto prophetis 就是假先知的意思 他们做什么呢 因为奉主的灵 奉主的灵 非常神圣 非常严肃 对不对 但是却传讲虚假道理 你可以想得到吗 还有 假教师是谁呢 是一个传讲假教义的老师 什么叫教义的东西呢 教义doctrine dogma 是什么概念呢 很简单 我们刚才不是有宣读 使徒信经吗 那个内容基本上就是 教义doctrine 意思是说 你改变了它 那就不是基督教信仰 很基要 很重要的真理 比如说 三个阴体 使徒行传 使徒信经里面所讲的内容 道成肉身 因信生意 主的再来 罪得赦免 复活 升天 等等 基要 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个假教师是 奉主的灵 传讲假教义 如果你在看别的后书第二章 或第三章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讲 耶稣不会再来了 那来早就来了 怎么没来呢 对吗 假教义 用我们中国人 画面感非常强的 一个的形容词 就是 什么 对 你知道他的典故吗 原来在当时啊 狗肉是非常便宜的 对不起 我们千万不要 各位如果你喜欢狗肉的话 就是 天赛 天赛 就是 天赛 就是 我说我们最好的朋友 可以讲阿们吗 阿们 没有人敢讲 到底没关系 我要讲到就是 所以羊肉是非常安贵的 挂羊头卖果肉 明白的意思 基本是欺骗 但是我更喜欢耶稣所用的 另外一个形容词 更加有画面感 而且更加有危机感 披着羊皮的羊 有人在我们当中做过的 明白的意思吗 披着羊皮 但却是狼 狼又是羊 但是并不是明目瞻的 偷偷的 挂着羊皮 在当中行骗 寻找可吞吃的 明白的意思吗 危机感更重 耶稣提醒了 我们得要小心 这个是在马太帝古章十七节里面 所用的 我们进一步来看 以德用三节经文里面 就把这些的假教义 假先知 你不看得到吗 没关系 这个已经太迟了 我就跟你讲 出现的几率 第一个 出现的几率 有没有可能 不是有没有可能 而是一定会出现 你就是说 第二 出现的地点是什么地方呢 地点 他说不是在外面 在信徒当中 Among us Christians 换句话说 在教会里面 在我们当中 假进戏 假教师 假先知 第三 传播的内容 彼得说得很清楚 刚才讲的 使人灭亡的什么 地团 使人灭亡的地团 比如说彼得后来提醒我们的 和主耶稣不会再来的 耶稣不会再来 你和我今天一点意思都没有在这里 OK 第四 传播的方式 偷偷的把假信息引进来 用虐造的原意 偷偷虐造 你看到没有 然后呢 他们的那个传播的动机是什么 彼得说 是因为贪婪的缘故 为了失智的某一些的利益 竟然出卖了真理和欺妙 还有 他们的殖民伤在哪里呢 很简单 彼得说 他们不愿买他的主 否认耶稣的救赎 等于说 如果你不会游泳 你掉到大海里边 人家抛救生圈给你 你说 我不要 那就完了 那就省事了 对吧 还有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 彼得讲得很 很奋 很简短 很暴力性 他说 你要面对上帝的死亡 就是神的惩罚不延迟 自取迅速灭亡 最后传播的结果又怎么样了 哎呦 这我听的时候很心痛 你看这一小撮的人 选择异端的思想 不要相信耶稣之后 他们灭亡就算了 他没有想到 他们为了狮子的利益 引了一大波的人 跟着他们一起走 一起走向死亡 这个还不要紧 因为他们的欺验 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以至于当我们传讲 真理的时候 仅然很多人 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认为说 他们讲的是假的 我们就真的 真的也不要信 明白意思吗 一谈到新耶稣 对不起 没门 但传统的许多个人 传统许多个人 修主帮助 我们进一步来分析 刚才讲到这一个呢 买这个字 在原文里叫 阿座 希腊文里面 买的其实是三个用词来的 我花钱买了一盆的花 这花的拥有者就是我了 但是用在信仰上来说 耶稣就用他的保险 救赎 买赎的你和我 因此我们永远是属于我们的主 永远是属于他 他要保护 他要带领我们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一些传讲 异端传讲 假信息 假真理的人 不认 那一位 曾经为他上十字架的主 不认他 不认为我们 那请问今天 还有没有假信息 假教师 假先知的出现 我想这已经是废话 你的意在提醒 耶稣意在提醒我们 其实我们应该 来好好的思考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好 尤其我用 各位 因为你到市场去买萝卜的话 你会买哪一种的萝卜 你会买下面的两条吗 还是买上面的哪一条 上一条 这样 no brand的英文 什么的想都不用想 我用这三条的红萝卜 来跟大家分析 我们的 基督信仰的情况 第一 下面这条 基本已经腐烂了 有点形状 但是基本已经腐烂了 叫做异端的信仰 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 磨门脚 没有谁跟你谈内容 但里面确实 完全是否认 耶稣基督是神 完全是靠行为来得救 不是靠耶稣基督 等等 不久前有人 来到我们家 暗门林 我从窗口往外看 看到有两个人 一老一少 穿着非常地光鲜亮丽 而且非常nice的人 我当时就大概知道 是怎么回事的 西里面犹豫了一阵子 我要不要出去 但是主的灵提醒我 你得要把福音告诉他 对 所以我就勇敢开门 去面对他 我一开门 我就直接问他 请问耶稣是谁 真的 师母的应该也听到我的事 然后他说 对不起 非常nice 非常友善 和蔼可亲 你百事吗 但是问题是 那又怎么样 我就跟他谈 耶稣的事情 他说 对不起 我们在这个课题上面 有不同的认知 他说 然后我就不断地 想办法要引进主题 跟他谈福音 到最后 当你来到天堂的门口 面对耶稣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跟他讲到最后的话 你没事吗 结果他们还是不要相信 不接受 就不要扰之了 就走了 我真的为他们感到很放心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待 回转 他们就等于刚才所讲的那种 对吗 抛救生圈给他们 他们不要接受 他们被他们自己的谎言所骗了 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很可怜 他们很有热忱 很有爱心 非常nice 但是选择 但是选择 听信异观的话 屈指保守 第二种的那一个基督教的信仰 叫做失衡的基督信仰 如果你上网去查询 某某教会 他也有死不信心 他说这是我们基督学 他也相信圣经六十六卷 新月旧月是他们生命的指南 等等 他们也念主导文 他们一切正统信仰里面有的 他们都有 可是有一件事情 但他们在实践信仰的过程里面 他们走歪了路线 比如说 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 健康财富富裕 超级super grace 超级恩典 在新加坡本流行 在新加坡本 然后还有极端的灵恩 这教会 就是联名我们 第三种 是我们向往的基督信仰 就是健康的基督信仰 就是终于圣经 我们进步来去思考 有一个讲员 我忌情澎湃的在传讲信息 他说各位 万一你来到我们教会 我告诉你 你现在很成功 很富有 对不对 你现在很健康 我告诉你 信了耶稣之后 你正更成功 更健康 更富有 各位你要相信耶稣吗 各位有谁不要 对不对 成功 健康 富有 请你不要忽略我的意思 基督的信仰 我们的上帝 告诉我们 他爱我们 他愿意把最好的都给我们 Amen 不管是物质 非物质的 他都要给我们 但是成功神学给我们什么 只是暂时今生了几十年的 一点点的东西 一点的甜头小利 就把你灵魂给买了 所以难怪 有一个神学家 他这么说 成功神学给我们 太少了 因为只是 那今生 一点点的东西 将会永恒 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各位如果你今天 是以这个健康成功财富 为理由来相信耶稣的话 首先我也跟你说 这个起点啊 本身是不对的 但是耶稣还是很爱你的 耶稣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人来的 对吧 但是当你现在知道了之后 你赶紧要做一件事情 请你 开车 油腾 好不好 一百八十都转任 向主认罪祷告说 对不起我当初不是太清楚 我有点糊涂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可以吗 弟兄姊妹 主还是爱我们的 赶紧回头 赶紧认罪回头 2013年 我有机会到 这个教会去崇拜 当初去参加一个国际训练的 卫理工会的一个国际训练的会议 我不晓得我牧师有两期那时候 下牧师有没有成人 你可能有道德类似这样的角度 好多人 对吗 整个的体育馆都是他们的礼拜堂 然后呢 他们的崇拜每周的出息率是四万五到五万人 每周 这个还不怎么夸张呢 更夸张的是他们主任牧师的讲道的油管优惊 从我查了 我预备着讲道 我特别是听他讲道 我查了 从几十万起跳 他的典籍率 几十万到一千多万的人在听 整个世界都为他的心情来疯狂 好 谢谢 这个配合 整个世界都为着他的讲的道来疯狂 所以我就去听他的一些讲道 首先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不是他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有问题的 不是 然后这个麻烦就来了 所以很多在没办法辨认的情况当中 就慢慢的受他的影响 但是始终 包括那一天我去听他的讲道 他的副手在讲道的时候 始终都是成功神学的论调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他那种讲道 可以在学校讲 可以在庙堂里面讲 可以在伊斯兰教堂里面来讲 可以在新都教堂里面讲 都不太要紧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明显 耶稣基督并不是中心 他所讲的是极力性的一个信息 目的就是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耶稣只是一个配角 耶稣只是一个圣诞老公公里百姓 耶稣不是那个我要敬拜的对象 而是要来满足我的 me center 人为中心的一个信仰 这个不是基督信仰 有一些道更离谱 在他讲的时候 各位你很自卑是不是 你有积极的想法 也有积极的思考 你起来对着镜子告诉自己说 你OK的 你行的 那你就OK了 我一点都不夸张 你回去请他讲 这是什么 multivational talk 他是基督的信息 是基督的信息 难怪有一个牧师他说 有一个牧师他就这么解释 他说 那成功成虚 基本上是取解的圣灵真理 用肉体的情绪 远过的情绪 跟精神的骄傲 来引诱人追求 精致的荣霸富贵 转眼成后的虚佛 有点不夸张 所以我怜悯 这一些的失衡的信仰 如果再走下去的话 就会进入地关 那太可怕了 各位 其实讲一下 今天你坐在这里 你和我会不会 也有可能 或者是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成为成功成学的 一个人追求者 你也许不知道 他们的信息非常可爱 你听了之后 很受感动 会流几滴眼泪的 可能有一些人 很需要这样的信息 但是如果耶稣 就是无数中心的 怎么样来知道 我们是不是 他们的跟随者 有几个问题 我们来一同思考 第一 如果你爱主的祝福 都会爱主的话 小心哦 今天你来崇拜 你是想要得到 什么祝福 而不是真正爱主的话 行吗 各位我看一下你们 有谁是父亲的 坐在这里 我试试看 我们的牧师 跟你开个玩笑可以吗 下牧师 我意思是说你当初 下牧师娶你是因为的美容 没有其他的 因为你美 所以我娶你 你觉得你会有安全感吗 亲母摇头 为什么 因为美貌的东西是很暖战的 对吗 如果你来到礼拜堂 你来服侍主 因为主啊 你给我很多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才跟随你 你是一个消费者 你不是真正的爱主 小心 不要 努力的服侍 为了要寻求今生的祝福 有没有 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不蒙神的祝福 我告诉你 我们信主的那一个 主的救援 本身的最大的祝福 已经领导我们了 我们今天来敬拜 本来就应该的 应该感谢赞美主 这是神的极大的恩典 可以讲阿们吗 不是因为我这样做 上帝啊 你才给我这个福气 不是这样子的 第三 神功神学者说 苦难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价值 我想很多人跟我 跟我师父一样 我们只有资格站在这里讲 因为我们过去两年里面 面对了很多的挑战困难 我上次已经讲过 但是在困难那里面 我们更加体会 更加知道 更加明白 神的心意 谁说苦难没有意义 神常常透过苦难 来向我们说话 第四 拥有成功的财富 显示主的丰盛 很多这些传讲 成功神学员会这么做 因此 他们说 我们要开豪车 住豪宅 然后呢 穿戴云台 为什么 要证明给别人看 我们所敬拜的上帝 祂是祝福我的 你听清楚吗 所以你看 最近不是 比如说我们出现问题了吗 对吗 他们正在调查 他们 他说把这个飞机 可以当作是乌客来使用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他们神学里面 告诉他说 你要这样子 才能够使人家幸福 信耶稣多么的幸福 在乌兹山里 多大的祝福 各位 这个是对上帝 最大的污辱 你知道吗 我们需要用飞机 用Mercedes 用宝马 来证明上帝的伟大吗 那不是他造的东西 用被造之物 来证明神的伟大 这个是对上帝的什么 侮辱 上帝不需要我们用这东西 来证明祂的伟大 就是所连绵的 还有 传讲成功神学人 总是会 比如说开车 经过一个地方 哇 那个房子好漂亮 然后就开始举手祷告 祭祀祷告 作业祷告 哇 你用你爱我的话 请你把那个房子 吃给我们 强求 强夺 你现在看上帝的他吗 如果他是真的上帝的话 他确实不会 上帝不会 内爱我们 上帝不会使我们在 往永生的道路上 有任何的灰色你知道吗 祝祖帮助我们 当然我必须还是不能这么说话 如果你已经受了成功神学的影响 首先我理解 第二 耶稣还是爱你 第三 赶紧回头 再走下去就是 闲牙 难怪有一个的牧师 有一个神讯的老师 系统神学的老师 叫做 我也是 David Wells 他写了好几本书 比如说 孤独的神 这一本非常好看的书 因为人满 孤独的神 另外一本就是 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 就是成为根正教徒 需要勇气 为什么需要勇气 因为一大波的人 往那个成功神学方向走了 我们这些坚持信仰的人 越来越傻 他说需要勇气 那好了 在他里面 他就谈到 在二十一世里的今天 很多人已受了 已经看到这样的问题出现 第一个就是教地的萎缩 教育是什么 还记得吗 就是基要的信仰 包括我信经里面的内容 开始在萎缩 为什么萎缩 就是你不太常讲 不太看重它 因为在后现代的思潮里面 很多人就用自己的方式 用松散的主观的 读者中心的方式 来解释圣经 我请一个例子 因为后现代 是完全反对绝对真理的时代 你怎么想 你怎么看 你看到什么 你就可以解释 那就是你的亮光 你讲的就是对的 多危险啊 弟兄姊妹 所以说在查听的时候 我很怕听到有人说 请问你有什么亮光 没有 各位 我不是反对亮光 我是反对亮光的基础 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的亮光是 出自你自己的思想 而不是真理 作为一个基础 来讲解的话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会把我们中华文化 读到圣经里面去 我会把我们的 过去的经历 读到圣经里面去 这是很危险的 客观的真理 神的话 必须要按照 他自己的 说法来解释 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感觉 不然的话变成是主观的 变成是断章 取于望闻生意式的 那种的解释方式 非常危险 因为这个礼物 所以鼓励大家 一定要好好 我们到教会里面 好好地上查经班 或者到神学里装备 第二 教会消失 为什么教会消失 不是有很大 这个教会吗 你看这个Hewson有多大 你看美国的 这个教会有多大 可是他们还算是教会吗 从某个角度来说 对不起 我讲的有点严肃 我有点担心 这是名存死亡的教会 因为不再传讲 从真心 成功成绝 超级恩典 什么叫超级恩典 出后会 来来来 不计要再悔改了 耶稣已经在世界上 为你死了 你不需要认罪悔改 所以今天有很多 讲台信息 没有要求人家 没有给丢子的机会 认罪悔改 这一块 甚至教会里面 也没有十字架 我很喜欢 外汉有十字架 因为我每次看到十字架 就给我很重要的提醒 我今天是蒙恩的罪人 主上十字架就是来救赎我们 你有同感吗 你看到十字架 你想想看 没有十字架 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荧幕 很大的一个视频 在看表演 而且制造很多消费者信仰 所谓消费者信仰 就是 今天看看这诗歌唱得好不好听 这讲人试试 如果在讲也不是不和他的心 我们到另外一个教会去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敢挤手吗 我不要挤手 我也不需要知道 或者 今天 这个洪师母讲道 奉献一千块钱 这个什么料理墙讲道 两块钱就够 这是什么 消费者信仰 所以我们来敬拜本来就应该的 这个礼拜里面不是为了满足 应该这么说 不是要讨好你 我们是来敬拜上帝的 所以以后选礼拜堂 首先你要选 我们这讲台信息存不存正 这是重点 不是看装饰 漂不漂亮 舒不舒适 礼拜堂有没有一条龙的服务 等等 这是当时我们 所以今天 假教师假信息一定会有 为了这里不随理得及行为 一定要怎么样 防范 当然防范也必须要有方法 对不对 也不能够像这个Mr.Bin那样 你没看过他的电影 就太搞笑了 但是每次都是弄到焦头烂 每次都是弄到怎么样 这个佩洛夫人佑泽斌缺少智慧 你看这个电影里面 他把这为了要驱赶一只的密封 把房子都烧掉 我们大腿不用这样做 其实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在这里 其实杜绝假道假信息 最佳的方式就是要健康的信道 这是重点 建康的信道 我想圣经里面有一处是最能够表达这一个的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比利亚的信徒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比利亚的信徒 三节经文很宝贝 《使徒行传》第17章10到12节 当夜 当夜记得好 当夜 弟兄们立刻送保罗和希腊往比利亚去 两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会堂 这地方的犹太人与铁撒罗里加点开明 热心里说这道 天天查稿圣经 要说道是否真实 所以他们中间有许文信了 又有希腊的尊贵妇人 男人也不少 我告诉你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的经文 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解析的话 你看不到它的趣味 或者它的惊险在哪里 你看 从铁撒罗里加到比利亚 要走两天的路 当时是走路 为什么保罗希腊在铁撒罗里加传福音 当夜就要离开铁撒罗里加到比利亚去 原来后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看这个背景 首先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保罗的时代 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 罗马帝国 如果你坐飞机 从Telavit 以色列的首府 飞到葡萄牙 利斯本 比如说利斯本 我查了一下 坐飞机大概要六个小时 的时间 所以可以想象这个罗马帝国的政治板会有多大 那时候人口不是很多 地管人 在这种情况当中 那么当时的政治家或政客 政府 当然要强调一个的 好像今天某一个大国强调的一个概念 叫做维稳政策 对吗 很重要 任何的风吹草动 任何的苗头起来要反对 我马上把它给砍掉 除掉 同样情况 当时是这样子的 但没有想到 当保罗在铁上 向犹太人传回 犹太人传回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 嫉妒保罗跟希腊圣经说的 十二十七章 到一个地步 他怎么样 用下三乱 下三乱的手段 来驱赶 甚至杀害他们 他们用什么手段 他们说 哇 这些假乱天下的人来了 然后呢 违背凯撒命令说 另有一王耶稣 地球之类 这是诬告 而且这是 极度的敏感政治言论 你知道吗 最难怪啊 使徒行当十七章第八节说 纵远的地方观 地方的观 天道都很惊 红滑 绑口起来了 因为这是掉脑袋的事情 但是路加按着圣灵感动 在写十如行传的时候 你发现很奇特 他没有记载说 当保罗希腊 当夜来到比利亚的时候 照理这首比利亚新闻 听闻这件事情之后 应该感到很惊慌 这个事情 他们像温泽的一样 请你背后来 因为可以殃及我们 没有这个记载 路加记载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 什么奇特的事情 就是比利亚的信徒 他们信道的经历 好奇特 好奇特 首先 他们热心的领受 心里面接受 我们期待 我们很喜欢 并没有停在那里 出动的在感性方面 然后接下来就天天查到 脑子必须要砸实 好好地来考验 来验证说 假如是还是不是 这人说 然后结果 很自然 许多人都信了 今天听清楚 这信的人当中 有犹太人 有希腊人 外邦人 希腊尊贵的妇女 还有一个什么 男人也不少 各位 如果你是男的理解 我也是男的 我知道 我们在教委里面 往往姐妹和弟兄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姐妹 有神特别的开恩 连离 让她能够接触到真理 而且信主 弟兄呢 需要多很多的思考 私持不敢做决定 但是没有想到 比利亚的信徒 男人也不少 来信耶稣 这是很奇特的一个情况 很感性主 为什么原因造成呢 他们接受了 天天查考 我告诉你 用紫妹 神的话是真实的 任由你去查考 因为这是神的道理 有很多的科学家 查考之后 本来是呀 证明它是假的 结果它成为 最虔诚的信徒 真理 不怕你去查考 最怕你不看 最怕你不查考 但是信主 所以他们的信仰是很 有根有经的建造权 我称它为是 健康的信道 健康的信道 好了 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人都受了 这个启蒙运动 或者是 这个现代主义的影响 现代主义启蒙运动的 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在判断 某一件事情的真假的时候 总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或者从两个哲学的理论来思考 第一个哲学理论就是理性主义 什么叫理性主义 凡是不能够通过我的脑子逻辑思考 得到的结论东西 大概不是真实的 一加一一定是等于二 如果不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话 那种知识大概不是真实的 理不明白吗 理性 另外一种的哲学的方式就是 从经验的角度来下说 什么东西是真的呢 我为什么不敢摸热水壶 为什么 因为被探读 这个叫什么 经验之谈 这个叫经验主义 你经历过 所以你知道它是真的 对吗 一般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探断 真理也好 任何东西都行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感谢你弟兄姊妹 基督的真理既是理性的 也是经验性的 头脑就分析 生命去经历是真实的 但是 基督的真理也同时是超理 超经验的 所以难怪有很多弟兄姊妹 特别是弟兄 总是徘徊在十字路口 知道信耶稣很好 看到很多的生命被改变 但是总是那个坎是过不了 不愿意受洗 不愿意走进一步 我不晓得 孔师父应该有碰过很多 这样类似这样的 很多挑战 我今天奉祖明跟你说 其实我要求你 我奉祖明跟你说 请你把你相信的格局 打开一点 因为你已经受了 这个理性跟经验主义的限制 我们的上帝远远超过这一个 因为这个连过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第七接说 人必须怎么样 没有信 就不能讨神的使用 好像这个比利亚信徒 领受了 然后深入了思考 先相信 然后深入了思考 如果不对的话 我就放掉它 没问题 但是当他们在接受之后 深入思考 发现哇 真理是那么宝贝 那么真实 所以很多人信 连男人也不少 各位 如果你今天 在我们当中 你还是徘徊在外 不愿意接受念书 不愿意受洗的话 我今天 知道你的了解 你的情况 也许是因为 你没有走下一步 就是相信 你只有理性 你只有经验 你没有相信 所以一个中士级 一个神学家这么说 我觉得 对啊 一个中士级的神学家 他这么说 因为中士级 就来得很慢 很久 这些事情 然后再说 在相信中 寻求理解 faith-seeking understanding 因着信 以至于信 你明白什么吗 你信中的一个起点 然后呢 在深入的思考 理性的查点之后呢 你更能够明白 就那么简单 好不好 我把这个放在这里 鼓励大家 如果你真的 还有挑战困难的话 你不许 你在信这一方面 你还没有采取信用 我们的上帝 远远超过 我们的理性 你还没有采取信用 经历经验 好 这样 这个 以利亚信仆 内心领受 热心领受 天天查导 结果呢 健康的信道 就是许多人相信了 所以这情感 在意志 在理智 意志上都结合了 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信道 各位 所以健康信道的一个焦点就是 查考圣经 就好像 鲤鱼生下来 他不喝奶 他可行吗 他能够活吗 不能 打搞圣经 就是喝淋满 非常重要 那么 我在教会 不是 你在神学里面 三十多年 我感谢主的恩典 不配的我 神还能够使用 我始终认为一件事情 几十年来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认同 我相信夏牧师会肯定认同 如果没有好好的在 神的真道上 好好地来查考的话 我们信仰 大有问题 所以在这里介绍 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来介绍 我们要怎么样地来 查考神的话 首先你得要了解 圣经六十六卷 是以不同的文体组合而成的 有的是诗歌题 有的是散文体 有的是律师题 有的是这边 这边 一元的 等等 喜事的 这好像一把钥匙 不能都开所有的 每一个家的门 对不对 不可能 就算是master key的话 也是开你家的门 不开别家的门 圣经也是一样 我们要按照他的文学的方式 来理解他 来明白他这是重点 第二点 我们得要了解 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很重要 就好像刚才所讲的 为什么当年要走 保罗西拉原来有背景 对吧 因为有政治的背景 因为当时有事情发生 所以那个处境非常重要 来理解那段的境外 第三 上下文脉的分析 这一些的 你看到圣经 六十六卷 四十多位作者 花一千四五百年的时间写成 圣经本身就是神经 你知道吗 很多的作者从来没有磨灭 你想想看一千四百年的时间 但是大家都讲同样的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 这本身就是圣经 感谢你 所以这些的圣灵感动写下来的神的话语 是在圣灵感动引导之下的 所以他们不是头脑混乱的情况 而是非常清晰的 他写着说有上下文的 这是随便讲的 还有第四 经文的字译文法句法等等 这个是牵扯到原文的事情 你在看圣经的时候 这是翻译本 但是你知道圣经的原文 旧约是西伯来文 新约是希腊文 当然还有一些洋乃文等等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原文的话 你没办法深入地去理解明白 比如说什么是过气式的 什么是现代式的 什么是现代进行式的等等 如果你这东西能够掌握的话 你就能够理解明白 很好地明白 那一解经文 那一文句里在讲什么 对吗 很重要 还有最后就是体经解经 不管你是圣经哪一卷书 从旧约展到新约 都要从整本圣经的主题 耶稣基督来去了解它 因为圣经的中心思想 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必须在解经的时候 必须要以整本圣经的中心 来看圣经的每一节经文 那你就不会解错经了 可以如果你对这些方面感兴趣的话 我真的很鼓励你 真的很鼓励你来到神学里面的装备 不管是LAM 我理工会有的LAM的神学院 或者是你来到我在MST 不是的神学都可以 重点就是你得到装备 好吗 很重要 那么各位如果你 这个你说OK 我不行 我不能扶神学任的 没关系 你其实可以参加教会的茶经班 对吗 师父教会茶经班很多 对不对 你可以简单讲一下 有哪一些吗 对对对 做报里面就有了 看过茶经 我鼓励你 好好的茶经 这些茶经的领袖是经过训练的 比如说我们无所知道的 就是我师父参与的 佛西的茶经 四海的茶经 就是很严谨 很扎实的来解释什么话语 非常重要 我鼓励你参加 新的主作 赶紧参加 使自己装备起来 还有就是 然后呢 因为圣经的话太重要了 所以我鼓励大家 花一点时间 投资在里边 买一些好的参考书 比如说这个 基本的祈祷本 圣经 比如说还有淹读本 比如说还有这个茶经的这个软件 或者是圣经的注释都OK 来帮助你 来认识什么话语 非常重要 我很感恩神 赐给我们家多一个成员 这个是我们家的宝宝 不是我的孩子 是我的外孙 如果神要这么赐给我孩子 我很感恩 你若有的汉可以的话 撒加利亚可以的 保护手不可以 知道吗 但是这是我的女儿的儿子 他叫 Elias 是姓西 姓西 很宝贝 五个月大了 五个月大了 那当然我跟我师母 我们经常会到祷告 也跟他的爸爸妈妈 跟着北京的爸爸妈妈 说清楚 你从小就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 别想看他那么小 其实你就可以来帮助他认识主 所以我们最近就买了这两本书 这个365篇跟北京来讲圣经 一本中文一本英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 我的师母要跟这个孩子用中文来讲 那我就用英文跟他来说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的外公外母 外婆 爷爷 知道 对吗 对吗 有很大的神圣的任务 不光是他们自己父母亲要照顾 我们也有责任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 所以就要开始 我们甚至交代远方的朋友 从MIT买这样的书进来 想办法的来 培育这个孩子长大 成为主的经兵老师 Amen 谢谢主 你家有没有小孩 有 耶 加油 你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 大家一起加油 我们有很大的责任 对不对 也很高兴这么做 是的 来建立他们的信仰 好 做结论 对我们来讲 这好像真言22章所讲 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他也不顿天余 你知道犹太人 尤其做父亲的 很在意这件事情 从小就在他孩子的二边 开始读这个 《妥拉》就是摩西福经 让小孩从小就明白 所以为什么犹太人 他们信仰是可以那么坚定的 在背后需要发工夫的 因为人都是罪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各位 最后我问大家这个问题 假教师一定会出现 耶稣讲的彼得也提醒 那我们该怎么办 有问题 第一就是 我们做的防范有没有 我们家的孩子做的防范有没有 我们的后代做的防范有没有 还有 我们的信仰经得起考验吗 当这个 异端学说来扣门的时候 我们能够 看门得了吗 我们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吗 而落实的时代里面 我们的信仰 记得去考验 我们信仰 我们的信道是健康的吗 我们去思考 你看这个2023年已经三月了 很快就过了 三月了 好不好 今天早上在这里 我碰主你跟人家说 好不好 我们严肃地来看待这件事情 严肃地来看圣经 严谨地来查好圣经 与寻主的心 并且要等候基督的再来 好吗 弟兄姊妹 感谢主 这是我们很兴奋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帮助我们 我们帝国在什么面前 阿宝会圣诺们 感谢你 我们知道 你的话语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我们这些的愚人 能够空调 圣诺我们 当我们在 这世界里面 在打拼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试探 迷诱 甚至义观 甚至错误的思想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 还有那些真理 主啊 算认我们 没有在你的话语里面杂根 以至于我们 又说心差大错 我今天听到你的信息 主我们愿意 我们今天开始 就坚决地 要在你真理里面来杂根 全面地理解明白 并正确 请你向我们说 让我们在这末世时代里面 我们能够中流砥柱 我们抗衡异端 我们甚至把异团转片为正统 把他们领到你的面前来 主大人 我再次把淡团的众地兄弟们 带到你跟前 他们都是你的宝贝的孩子 苏阿西里士他们成为精兵勇士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各个都能够为你的争扎 感谢主 由此祷告 祷告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欢迎黄毕秀准备 一起加油